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那天应该还是昨天碰上一个年轻的朋友 人家拥有着不同的信仰了 其实在过去的时间里也有很多朋友 几年前就跟我分享过他的信仰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那个时候我还在一个工厂里打工 赚饭钱了 真的赚饭钱 那其中一个朋友说 石超你讲的内容相当的到位 然后他说如果你是我们 是他那个门派里面的 我忘了是牧师啊还是什么就好了 他说就好了 他说你要去传道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跟大家分清说清楚啊 其他任何朋友的信仰 我个人都是尊重的 除了你杀虐的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好 以宗教之名义杀虐就是魔鬼 那除此之外 我们是彼此尊重的 那后来这个朋友呢就跟我说 他说当然意思就是说 我也尊重你的信仰 然后他就给我拿出了一个条 这个条上写的呢 是这个应该是一个传道的人吧 应该是从大陆来的传道的人 就是原来在大陆生活过来到北美 然后那这个朋友跟我说 说石昭 咱俩做个交换 说你不是总是推崇神运吗 说我啊 推崇神运 我现在有一个朋友 在传道了 你去听他讲道 我就答应你去看神运 作为这么一种交换 因为他是张纸了 那我拿过纸来 这一看呢 我说你已经输了 他就瞪着眼看着我 因为大家比较熟 在一个单位里打工 他说我怎么就输了 他说你 因为写的介绍这个要传道的人 北大的 北大的研究生 我忘了是研究生 是博士生 那在人大读的本科 到北大读的这个硕士 然后他又到了这个 中共的这个中央党校 受过三年的训练 在中央党校受过三年的训练 后来他出国了 在这张纸上他都写出来了 说现在是什么什么 传什么什么道 我说我拿着这张纸 我说你敢把这张纸给我 你就输了 他说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 对不对 对 中国共产党如果他宣扬的无神论的话 在中共中央党校当中 他直接侮辱的是神明 对不对 他听我这么一说 他就不敢往下说了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在现今的环境当中 对于很多信仰者自身 已经迷失了 如何面对信仰 面对这天地之间的神明 和面对自己 自己认为对自己很负责任的 自己认为对自己非常负责任的行为的本身 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侮辱 这里没有对错 这里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真正摆正自己的角度 不要把自己放那么高 而是把自己放在真正的天地间 一个客观的位置 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位置 那因为在现今的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动荡 这种大的动荡是有目共睹 所有人都能意识到 现在只是真正大动荡的前夕 最新的一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江泽民海南消息被封杀 心情大坏直飞上海 这是来自于前哨杂志 而披露出来的消息却是两个月前元旦时的消息 文章讲 一月初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一家三代 到海南岛著名风景区万宁东山岭公开露面 东山再起 这是我们当时做过评论的 这个消息一度被大陆媒体转载 但几个小时之后遭到全面封杀 据悉江泽民夫妇离开海南之后 没有进北京 而是直接飞回上海老家 心情十分懊杀 文章介绍江泽民在登山市说 不来这个海南名山遗憾 我回北京为你们宣传宣传 而且大声说到江泽民到此不需此行 你说这个 也不知道咱中国社会中国的环境 作为中国人来讲 今天要拥有什么样的一个大背景 我不知道找哪个词说 因为每一个灵魂 如果中国人真的是珍贵的话 可能需要这样的锤炼 遭此大劫难 让这么个东西把持了中国社会这么多年 真的 没有所有人 无论大家信仰不同 男女不同 年龄不同 背景不同 但有一点相同 没有不骂这块东西 而这块东西本身 它最邪恶在哪 最邪恶就是在他的操守之下摧毁了做人的尊严 中国人的尊严是他的一手操办之下摧毁了 我觉得这是最邪恶的 那另外一个在国内媒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消息被转载出来了 但是他说明很大的问题 中纪委前高官承认中共权力顶部崩溃 中共中纪委监察院原副院长李永忠 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说 中共的他方式腐败 就是权力架构出现严重问题 而这问题出在了顶部 顶部出现的整体性的崩溃 就叫他方 中共内部腐败的严重程度 触目惊心 李永忠在财新网赶去说 这样的他方式腐败来自于中共权力的顶端 整体结构的他方 共产党死了 因为当年的权力顶端 是全国人民 全国的所有的人 所有的生命都要围绕在 以江泽民同志为中心的党中心周围 那以江泽民为中心的权力的顶端的肩架结构 给今天凡腐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和物质基础 精神食粮 闷声发大财 物质基础 男女混间 一起捞钱 这就是现实的生活 无论从精神上 还是从肉体上 还是从物质形式上 对不对 都表现出这真正真正的内在的东西 房子之前 弄房子干嘛 养女人 养女人干嘛 给女人买房子 买房子干嘛 养女人 养女人干嘛 买房子 房子里头除了女人放什么 再放现金 这就是生活 这是顶端的生活 对不对 上下一体的生活 所以在凡腐上面打老虎 底下拍苍蝇 那他打到的 打掉的是整体权力的肩架结构 整体社会的系统的肩架结构 inspired by an ancient culture mesmerizing 那结果现在造成很多有条件的人都跑路 没条件的人呢 创造条件也跑路 BBC最新的报道 中国人大量投资移民 美国担忧欺诈风险 那至于欺诈风险 有些是因为在国内的操守习惯 对吧 做法习惯 就是谁不骗谁呢 那天我跟大家说了 如果2012年 北京的离婚率高达37%到39%的话 这个东西就就无法现 他妹妹无法弄了 对吧 每年结婚100对 就意味着有37对到39对离婚 对吧 这是这么一个比例 娶了女孩子是不是姑娘不知道 嫁给一个男人后面有几 他之前有几个老婆不知道 对吧 中国社会的生存环境靠欺诈 这样的欺诈 已经进入了家庭最基本的 一男一女 形成一个完整的人 像屋顶一样 这样形成一个家 这个家本身都是漏雨的 那就崩了 对吧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他人的信任 每一个人都在利用着他人对你的信任 而获得自己利益的时候 他要不跑才怪的 同时间另外一篇报道 知名外企相继撤离 学者称大势所趴 那大势所趴他从什么劳务啊 经济啊 社会环境啊 污染啊 价钱啊 人的素质啊 都说了一大堆理由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 那讲的这些理由都是在人的基础上 但如果人坏了 就全完了 为什么大势所趋呢 是因为胡锦涛一点作为都没有 端了一金盆 这个金盆就是当初外企 知名企业来的时候造的金盆 这个金盆里头成的是谁呢 江泽民的史 满满一盆 给了习近平了 对吧 所以习近平在处理这盆史 在处理这盆史的时候 大家伙就纷纷撤离了 这叫大势所趋 你让我说呢 今天是改朝换代的年代 这个朝代 这个改朝换代的年代 意思就是天灭中共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